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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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合作伙伴显然也是女性呗 那合作伙伴除了男性就是女性 她平常跟你相似的时候对您有尊重吗 她有一次跟男人吵得怎么样 过去拉架 她对我不恭不敬的 指指点点的 说 你有能力 你找人揍我呀 打死我 不是我说你打死我 你能记录啊 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 而且我要跟她走一辈子 她不能一辈子做这个样子 姑娘 她身上什么戏 你能告诉我吗 她也说了她不再爱你了 她爱上了别人 你告诉我 她说的都是假的 好吧 一起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看看能不能让这姑娘醒悟哈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界 我说这件孩子有你 有点值得你这么爱啊 她爱情本来就是盲目的呀 她身上不可能全是缺点 她是人话吗 你说的话 让你看到她这样 是你妈离得近的 是你离得近的 我离得远的 我看着朋友给她看不了病 你说这是人话吗 你还跟人搞对象 你男人一个担当你都担当不起 你还把这姑娘搅得这样 她妈妈踢得这样 你对得起谁啊你啊 我还说姑娘我早就摔走了 我还跟你 你真是不 我 你非得让我色巴不可爱 我说啥 你们说的不可爱 你干啥呀 滴滴 你是个情感专家 第一 理由特别多 大意令人 为什么不接 为什么钱不还 今天来干嘛 我是来跟你分手的 你缠着我不放 欲情故纵 玩的这叫一个高我 第二 洞悉女孩的心理 知道她需要什么 什么时候该捅 什么时候该踩 什么时候该踩 什么时候好像要把她 跟她分手 却让她离不开 怎么样让她跟她妈反目成仇 怎么样在公众面前装可怜 兄姐你长得真的挺无害的 你知道吗 可怜兮兮的站在那 要不听你刚才说那些不注意细节的话 真被你给忽悠了 一共出轨过几次跟她在一起 我知道的就三次 为什么要出轨 那就是常出差嘛 她出差你就出轨是吗 女生家我想问你 如果她每天都不在的情况下 我也需要别人陪 因为她不在 所以你需要人陪 所以出轨是可以被理解的 是这逻辑吧 是 你也可以接受你不在 她出轨 因为她也需要人陪 因为我在啊 你可能不在啊 她出差的时候就可以出轨 是这个道理吗 为什么不是呢 你管不住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出轨 好像染上了毒瘾 好像酗酒瘾啊 知道就不对 但是忍不住 我现在不喜欢她了 我就有权力跟别人戴起来 但是你跟她戴起的时候 你出轨就是你的不对 我不对的时候 我说我不对了 承认了后就可以继续不对 对吗 我没有不对后院 兄弟 你不要在这儿跟我们装无辜 这儿没用 你把钱还给人家 咱断了 至于这姑娘愿不愿跟你分手 有其他两位老师劝她 我就不多话 你不能因为人傻 就递着一个人坑下 没完 我看到资料上有写 在你和女朋友闹分手的时候 你的妈妈还出面 妈妈出面干嘛了 骗我 怎么说的 他说 现在男的想奋斗过事业 哪有说是 就是什么都偏那么干净 肯定说是有的时候 我必须得耍得暗昧一点才有机会嘛 所以呢 你没有复合了 又被说动了 其实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她的 她会不会给我改好的呀 我就同意了 这么样一个人 你用女人的钱到处去张花儿惹草 然后后来还是大洋不散的说 不好意思我可以不爱 我有这个权利 这么样一个人 你居然还深陷其中 她追我的时候我也失去了 我我离开了别人啊 哦 要不说你是高手呢 不管是你主动的追 还是有一种姿态让人吸引人来追你 这是你的高明之处 但是你对她不是爱 仅仅是张虎 男生 你母亲对你好吗 好 你母亲怎么对你好了 我在外地工作的时候 我可能有一些坏习惯 我那边确实好赌我承认 我赌书的时候 我家里条件一般 她把自己的金箱链卖了 那是我唯一送给她过的礼物 你送给母亲的金箱链 母亲把它卖了给你还赌债是吧 是吧 母亲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是个专一的人吗 还是跟你一样的一个浪子 母亲是个专一的人 这样的女人好吗 好 那为什么你不做一个专一的男人 为什么 你明明知道母亲是个伟大的女人 稿子上面说母亲为了你 为了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 跟你父亲在一起 她为了你付出了很多 甚至付出了一生的幸福 这么一个专一的女人 怎么就没有教会你 学会专一 为什么 你对不起你母亲吗 说坏啊 你对不起你母亲吗 你母亲这一辈子为了你这样去做 牺牲她一生的幸福 对你这么好 怎么就没有教会你 唯一的人性当中最善良的部分 就是对自己的爱人专一 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我错 别说我家里人 我没有说你家里人 我恰恰是说你的母亲对你这么好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学会这唯一的优点 因为我爸和我妈妈都过世了 是不是自暴自弃 不是啊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对不起你天堂的妈妈 你对不起吗 我不说你了 你自己想一想 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女孩子 为什么会傻到这种地步 对吧 情种 一般都爱的热烈 却不专一 君子 一般都爱的专一 却不热烈 偶尔会有既爱的热烈 而又专一的情种 但一定不顺他 你不就是喜欢跟别人抢吗 你不就是喜欢他有一点魅力吗 在很多环节很多语言上 能够击中你内心深处 所以你宁可放弃君子的爱 也要所谓的情种 但结果呢 说你被他羞辱也就算了 无所谓 母亲一把年纪还要受到她的羞辱 还要挑衅地说 你打我呀 你不是有能耐吗 你找人打我呀 你谈恋爱 能不能不牵涉到你母亲 能不能不让你母亲 这么没面子 受到这样的羞辱 为什么 能先做好一个女儿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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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